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留意义 喜欢语曲 欢迎订阅明镜 只会用黄媒或黑媒和媒体 最忠肯的意思 以后多一点活动 以后天水围的17岁的女学生 確診了N501Yalpha 即是英国变种病毒 好像他的病毒株在他們的資料上也沒有見過 是一個新的資料上 現在這個女兒感染了她媽媽 好像是惹了她的姐姐 她好像住的單位或旁邊的鄰居 都要抓她去驗她的確驗 驗了七個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不禁問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一種未有基因圖譜的變種病毒株 入侵了我們香港 究竟這種病毒是怎樣來的 讓我比較壞 我不想你們惹麻煩 讓我講 我經常都覺得 香港的第五波 袁國勇專家中的專家 專家專家的專家 她已經說明了 會有第五波會來 第五波怎麼進來的 我們以前不同的波段 當然是性工作者 非法入境者 非法外勞 全部都是外來的 現在我們守得這麼厲害 大家都很警告 而突然之間 大家也不知道怎麼進來香港的這個病毒 不其然令我講得到 梁振英曾經有說過 不想希望 特區政府 禁止一些回港義的人士 從廣東省地區回來 上個禮拜都說了 言下之意 當然是希望你繼續再爆 爆你的老母系九彩 等你們 屁於燈 不明特區政府被人打到飛天 去抗疫 抗疫不想辦法 帶一把黑材料去插勾你 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也有批評過 特區政府也當然是不想 屌你老母 疫情這麼容易 倒下了 今天林鄭月娥 這個行政會議之前見到的記者的記招 也都說得到明 因為有這個十七歲的少女 有這個奇怪的N501YAlpha的變種病毒 因為是這樣 隨時有機會 這些隱形源頭是否找到 禁止大家 不可以繼續 多一些人可以聚集在一起 所以一個四人限聚令 是繼續要持續下去的 也都明白了 接下來又是七一 又是六一二 又有這樣那樣 這麼多的情況 明天是6月9日 第一次100萬人 沒有錯 這些大的anniversary 這件事比六四更加重要 沒有錯 所以 對我來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政府當然仍然希望以疫情 控制用一些政治的理由 令我們香港人限制我們的行動 好了 我有理由相信 究竟這隻英國變種病毒 怎樣進來 是不是人為波動 我說 我不想你們倆 糟糕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你們怎麼看呢 你又問我怎麼看 你怎麼看 不是 我只要你go up 這樣也行 人為國 不是吧 人為不會 中國政府這麼愛香港 不會波動 不是吧 有網友說你的頭髮很長 要趕快剪頭髮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你課金吧 課金我剪 那件事 其實也很清晰的 整個廣東省 廣州市那裡附近 也有所謂的疫情 或者確診數字也很高 近這幾個禮拜 這兩三個禮拜 中間有變種 其實不出奇 其中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一直都沒有 怎樣封過波動 那些英國人可以飛進去 其實 那些英國人可以飛進去 然後他就下來了 再下來了 出口轉來燒 他是住天水圍的 應該會跟很多跨境的學童 會有聯繫 就是天水圍的區 為什麼不會找到 就是很有這個階級 為什麼不是在灣仔 在大坑找到這個病毒 半山的機會應該大一點 因為那些外國人飛來飛去 有可能的 哪一篇就是天水圍 未去到波動那麼嚴重 不過政策是完全可以 准許那些人自由地出入 你在印度飛來 被人隔離21天 被人驗驗 驗三次的 現在不止 現在不止 現在要驗六次 我聽說現在不是21天 是28天 我沒有聽過28天 網友幫我確認 應該是21天 21天還是28天 應該是21天 還是21天 還是21天 我們唯一可以解釋 那些在機場進來的 在非中國領土進來的人 全部都被人隔離這麼久了 又驗了這麼多次了 全部可以 源頭明顯 源頭不明的 只有一個地方 他還要剛好住在天水圍 北邊 北冷都沒得再北 每一天都會跟他們有很多交流的地方 OK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合理推斷 沒有辦法 金武卿 你們怎麼看呢 其實最近我都在這個節目說過 這個好像很少人說的 我都堅持我的看法 就是台灣最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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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更奇怪的 就是中國現在忽然有爆疫 是啊 你想想 中國從武肺開始 他一直控制得很好 還在說到我們是 中國也是 他自己說 他說 比台灣很厲害 自誇自贊 是的 而且你看到他 類似在很多其他不同的地方 爆發也好 含了一聲就已經封區 你知道大陸的 他要做很容易而已 說封區 就馬上抓人 那些人就馬上抓人 封頂 山鋪 就已經第七天就沒事了 現在很奇怪 台灣爆疫 是不是 台灣爆疫了 然後 日本就在哭哭哭乎 蔡英文就在 又在拍那些 好像那些預語場片一樣 大家 國際的朋友 可不可以伸出援手 他們那些善情的事 一直都有 是的 當然是 好了 日本就馬上就有情有意了 124萬劑 雅斯利康 有情有意了 然後美國佬又借 75萬劑 借乘機抽水 還有大力士 全球霸王3 好像你一樣 霸王 你是霸王1號 他是霸王3號 OK 死得很慘 在台灣就降落 是不是 然後很奇怪 現在廣州說爆得這麼厲害 大家想想 為何無端端廣州會爆疫 廣州的疫從哪裡來的 就像西芬那樣說 有一個英國佬飛進去 英國佬飛進去 他要隔離 是不是 還有現在的問題 就是 你現在經常說到 你剛才說到 有什麼 Alpha Delta Beta 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知道 那些事情不是 現在經常說到很嚴重 但其實是 只不過是一個變種 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他不會 你明白嗎 沒有死人 沒有事 你可以說 因為他變種 他的傳染性強了 是不是 有可能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現在搞到 廣州好像搞到一副都是一樣 是 到底是蓄意人為 就是一個宣傳 你明白嗎 還是他真的搞不定 他現在搞不定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我們兩點一起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要蓄意 搞到很嚴峻的情況 如果蓄意 如果是人為的 原因是為什麼 人為就跟台灣的道理是一樣 就是要配合美國的 現在整件事 因為美國 你看到台灣做完事之後 美國沒多久 就把這個包池 這件事就養了出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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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現在就是把這件事 弄了出來 好了 站在中國的立場 當然是說 喂不是 我現在 我自己也在打野 是 我也是受害者 我直接說是英國 是 現在就是英國變種 這個就是不說明是英國 不過有一個Alpha的字 大家明白 其實是英國 我其實也是受害者 我是清零的 本來是清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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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忽然之間就是英國搞到我 你看看我 如果你說我散毒 現在誰先散毒 我都一副都是 你看我一副都是 我一副都是 當然他自己賴到一副都是 還是別人賴咬他 弄咬他 就另一件事 你自己賴了一副都是 明白 明白 那當然他也扮 我覺得兩個論述都可以黏在一起 第一是你撕濕我 第二我都疲於奔命去抗疫 沒有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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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扮得辛苦 我扮得辛苦 每個人都會扮你 很可憐 被英國佬害到一雞毛鴨血 沒有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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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賠償 你還說要我賠償 我現在才是受害者 誰先賠給誰 先搞清楚 沒有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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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覺得很奇怪 還有我一直堅信 第五球一定會有來臨 第五球一定會有來臨 因為袁專家已經預計過 袁專家會說會就會 不是 袁朱鑑之前也說會有死十萬人 那倒是 死十萬人那些 他控制不了 你明白嗎 但第五球他可以控制到 他說第五就是第五 第六就是第六 他說八個球就八個球 十個球就十個球 這個豬腦也有十二個球 這麼像Total Recall那裡三個球 我們看一張圖 我要跟Syphon先研究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我們先看看3D的圖 應該是渣拉達 沒有人錯了 加拿大說對完成接種旅客 放寬入境隔離的限制 怎樣說呢 換句話說 如果你打兩針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在六月底 即他會宣佈 你在七月入境加拿大 你打了兩針 就不需要你隔離十四天 好 回來 這個真是 這是一個人生交差點 這是一個喜順來的 我現在很老實 我跟各位老朋友說 我真的現在很想仇 因為為什麼呢 我小女兒就要很快回到加拿大讀書 要回到加拿大讀書 因為已經是放風了 九月份 這個學校的campus一定會開 而學校裡面也會鼓勵 所有的學生都要打疫苗 為什麼呢 他會擔心這些大型的疫苗會爆發 如果你打了疫苗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入境的 杜魯多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打了兩針 當然不是科興和國藥 還是Pfizer Biontech 如此類推 施利康 你進入境 就不需要蹲十四天 我現在也很惆悵 究竟是否我的女兒要打這兩針疫苗 要進去 還是要冒險 要進去 要坐14天 要頂兩個星期 但是最後一個月之後 她也可能要在加拿大打Pfizer 對 如果在加拿大打Pfizer 還是在香港打Biontech 的考慮就是 那邊會不會安全一點 但是我個人認為 每一針疫苗都不能安全 沒錯 現在我就是人生交叉點 我現在最惆悵的是 我自己叫大家不要打 但我自己也要堅持 但現在就是最惆悵的 就是現在 你要見到一個小 全世界都是來這一隻的疫苗護照 換句話說 你打了兩針 你只可以去很多地方 而呼應剛才那一節 因為 你媽媽是 他們的藥廠 其實是一個很惆悵的 越多人打 越有好處 我有一些不同意 其實她現在是怎樣呢 她現在在短期內 她現在要逼你打疫苗 因為她現在欺負你這班短期 一定要去旅行 對 如果你頂得到一年半載之後 她是沒有辦法 要你什麼 不是說這個疫苗護照片 因為現在英國 美國已經上訴了 即是說明 現在甚至加拿大 其實有些人已經說了 即是說不會 我記得現在第一個國家 就是以色列 我沒有記錯 沒有搞錯 不如這樣說 不如這樣說 當然是文明 另外就是 一個國家 她在說什麼 以色列已經說了 因為中國已經有 中國的健康碼 就等於疫苗護照片 其實中國已經有 但她不是一個文明國家 不是 現在以色列說什麼 她說 因為他們打了 她的意思是說什麼 以色列已經公開了 她說歡迎你們來 即是你沒有打到歡迎你來 因為我已經打了 我保護了自己 對 你明白嗎 因為他們已經八九成打了 所以她的意思是 她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說 我們現在不需要疫苗護照片 即是你不打 你也可以來 因為我們歡迎你 因為我已經打了 我認為這個 Puket也是 Puket也是打了十四針 你可以進去 Puket Puket那些 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那個 因為你知道 那些國家 因為需要旅客 你明白嗎 即是以色列 你是相信 她是真的有原因 第一 她證明她相信她的疫苗 她打了疫苗 第二 這是一個很邏輯性的事實 喂 你現在說打了疫苗 又要戴口罩 又不可以到處去 那你打了疫苗 為甚麼 你現在香港也是 打了疫苗 又說 打了疫苗又會傳染 打了疫苗又會再感染 沒有肺 因為 也要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 譬如打兩針 我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但我們花木蘭要回去 就是要找房子 其實她在八月頭 最遲也要回到加拿大 因為你要找房子 那方面 換句話說 現在我們要開始 要籌備 如果她真的要回去 那時候 她是不是要打兩針 如果要打兩針 六月中就要打 然後隔了二十八 就要打第二針 這樣就回去 好了 我們也會想 譬如我和她是加拿大人 如果我們不打 我們要回到加拿大 坐14天 跟著出來善打加拿大的疫苗 有什麼東西 頭暈申請的東西 我們要有保護保護 不如我太太 如果她是沒有的 沒有保護保護 那她在那邊打 如果她身體不舒服 就很惡惡 很惡惡的 但她當然是買旅遊保險 是 那一定會 買旅遊保險 我會當頭暈申請的 但問題是她想 如果我在香港打 有什麼時候 都會有香港醫療制 但香港很貴的 你都不會給她 你都是姓波子養和的 醫療制 你不會捕捉成果QE 我自己 我自己 原本的計劃 就是想著 我最重要 杜尤多有一件事 就是她放寬了 不想要三天蹲酒店 因為那裡是二千元 那二千元就幫你驗什麼 驗什麼驗什麼 如果是三個一起回去 我們不想要打疫苗 或者不想要住酒店 我們已經省了六七月 你打了疫苗 不用住酒店 說你的意思 可以省了六七月 所以經濟層面 好像要先打了才回去 所以我現在都很惆悵 和我一起去打 17號 為什麼你去打呢 我想了解 我打算要飛 你打算要飛 你的意思就是 因為要打 要飛 所以一定要去打 Jordan兄 你看快 不要打 我不會打 我不急於要飛 所以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Jordan這麼樂觀 對那個執行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 各個國家 他將它分開 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 一個分岔 一個新的方法 去Demarkation 就是這樣說英文 一個分岔就是 我們這些就是文明國家 不是代表他們是文明 他說自己是文明國家 我們打了疫苗的人 就是文明的人 文明的人 就跟文明的人溝通 他是想有這樣的 重新定義這件事 我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絕對明白 所以他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不是 因為你玩不到下去 因為這個疫苗 你多玩一年 你不可以繼續玩下去 我告訴你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知道 看我們節目的人都知道 其實現在是有藥醫的 這個病 Pfizer有說的 他們說明 其實不是有 根本當日 特朗普已經是吃藥 就是吃藥的 對 其實不是很貴的 其實不是很貴的 現在他們一直在吃 我們有介紹過的 Hydrochloroquine 全部都是舊藥 只不過現在就是 那些藥廠 大家在這裡 用一種主流媒體 去蓋住這些東西 告訴大家 打疫苗不安全 你們吃藥不安全 你明白嗎 不是 現在其實事實就是 我們都說 一路都說 譬如現在剛才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這個節目 有沒有說過 加拿大最近樣子 Globe & Milk 就說了出來 當日在加拿大的一些老人院 為什麼那麼多人死 其實原來不是因為沒有肺死 是因為沒有人照顧他們死 是的 在Montraal那些人 不是在Ontario那些人 有些是逃亡 有些就是因為 overwhelmed了 不夠醫護 譬如平時十張十個病人 現在有八個病人 我照顧不到 那些人是因為缺水 甚至缺氧而死 而不是沒有肺而死 這個已經說了 根本就是說 現在其實加拿大有一群醫生 一直都在說 其實有藥可醫 為什麼要打疫苗呢 Corton問為什麼 以色列沒有什麼人死 但是香港就打死了 不是 以色列也有 但是他們的情況 跟我們的情況不同 以色列是挺特別的 因為他們很相信科學 因為他們是一個團結的國家 因為他們迫於無來要團結 猶太人 所以他們一定要先一起打 亦都害怕被第三世界各界 因為他們圍著都是阿拉伯人 害怕那些有者進來 乘機播毒 所以他們打 就是他犧牲一些人 他是沒有辦法的 他是沒有辦法的 我想呢 如果我自己的 conclusion 因為這一節差不多時間了 我想我可能會做一個做法 就是我不會打 但是我回去後 我坐14日監 然後我再在那邊 政官欺騙香港 那裡 有沒有什麼人的放寬 或者如果我回來 我打了針 我就不用 我想補充一句 不好意思 其實我剛剛找到一個數據 他們有660人 是打完針之後 vaccine related deaths 在以色列有660人 但他們的人口有多少人呢 他總共 看一下 1000 1000 接近2000 好像很少人 其實他們的人數都是 700多萬 不是 不是 1000多 我找到一個數據就是 660人是因為vaccine related OK 但他們的endorse是vaccine related的 有份醫學報告這樣說 即是有人死的 總之我都說 其實是有的 即是你打疫苗一定是有人死的 不會沒有人死的 即是他們走的 就是他們走的 絕對是完全是傳聞去打 你明白嗎 900萬人 全部是打了 900萬人 1000左右 好 那個問題在這裡 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vaccine 是vaccine廠和有錢人 是想你繼續打 但當你繼續做不到的時候 還有要記住 第三世界是沒有錢打的 也沒有能力打的 好了 那你怎樣呢 結果會怎樣呢 第一 即是first world 即是first world 即是first world 即是先進國家 打光了 即是歐洲 北美 打光了 那你那群人打太太太 現在就像我所說的 以色列的情況 你打完 你說要護照 那怎樣呢 別人進不了你 你去不去到別人 你去到的 你去到的 但你敢不敢去呢 你明白嗎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你不讓他去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什麼 始終就會像以色列那條路 就是說 當你打完 其實你是不怕別人進來的 因為別人進來 你都已經有保障 而且接下來 過了一年半左右 會有藥 即是這個我的看法 那我想我也會 有很大的可能性 蹲14天監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但回來香港的時候 那21天真的很大 但是你在加拿大打了 可能會在加拿大打 打了之後 那可能那個政策會轉 為什麼要打了七天 大家要分清楚 在加拿大打 和在香港打 就是兩回事 因為大家打的疫苗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以為要打Pfizer 我可以打Pfizer Pfizer就是Beyondack 可以打Mondanna 我還有Johnson 可以打的 我還在加拿大本土 在第三季 他們已經是研發的疫苗 你要確保香港人認識 當然 但你打了之後 有暗糕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不忍 想離開香港住 但我女兒要帶她回去讀書 所以我令我非常囂張 你這麼大的女兒 就自己回去吧 好 第二節吧 先停一停 先停一停 我說一千次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把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快的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支持下去 多謝各位